哈喽大家好,我是干海小郑啊 今天晚上呢已经很晚了 想吃一点夜宵 把我干海照的八爪鱼拿出来了 还有今天干海舒服的海螺 煮一下吃 你们喜欢吃粉吗 然后再煮一包粉 一起配着吃夜宵 这个粉已经煮上了 因为它是一个拌粉 先把它煮熟了以后再去拌 接下来我们要煮海鲜了 八爪鱼啊 直接洗干净以后 不用打理 下锅 然后这个是海螺 洗干净以后 直接下锅就行了 自己家里吃啊 也不用分开煮 放一起煮出来就可以了 五分钟就可以了 放一点葱姜去腥 这个粉已经煮好了啊 咱们把这些调料 全部都倒在上面 我这是一个葱油拌粉 里面有这个三豆角 咱们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调料放好以后 给它搅拌搅拌 这个海鲜也煮熟了 你看满满的一大锅呀 有八爪鱼还有这个海子 咱们给它多捞出来 这个海鲜因为太多了 我直接上了一个大碗 我今晚上又把它都吃掉 然后这个粉啊 我一看不是那个辣的 我很爱吃辣 咱们再来一勺辣子 那上面搅拌一下 这样子吃起来会更过瘾啊 我是无辣不欢醒的 咱们再调一个海鲜的小料汁 咱们就直接来点酱油 其实吃海鲜不用放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 就原汁原味的最好了 新鲜的海鲜啊才会选择去白煮 我们海边人一般很少吃的辣椒 都是清蒸或者白煮 蘸着筋膜汁就特别的好吃了 哇 已经很饿了 咱们先缩一口粉吧 看起来就很入人啊 淀点辣椒这个色泽就不一样了 这口水已经快要飞了不足了 嗯 粉很多 里面 有酸的饺 所以说有那种酸酸的感觉 辣的不是很大 很香 嗯 嗯 辣拌蒜 配洋葱也好吃 嗯 哇 嗯 这是什么神奇的味道 很多朋友都说想看我吃海鲜了 但是最近时间 比较不充足 美大派 我大家喜欢看我吃啊 可以在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以后这个能的给大家多拍一些 看了一见吗 抱个头 嗯 我的 噢 嘿 哈 有点臭迷的 站在一块有点多 然后或者大家喜欢看我吃什么 你可以在我评论区 写上菜单 我给大家拍 好不好 跟大家一言为定 吃个腿 嗯 吃吧 脆脆嫩嫩的 很好吃啊 看 咖啥咖啥的 嗯 海鲜这里吃种圆汁儿了 好吃 这个是我港海招的海螺 哇 煮熟了感觉很不错 不用这个牙签 直接用这个筷子插进去 送着这个壳 给它一下子拽出来 很完整啊 好多人都说海螺这里不能吃哪里不能吃的 我教教大家啊 这个是它的酷胆啊 咱就不要吃了 直接把它拽掉 然后这里面吃它的肝 尽量不要吃吧 吃完会头晕吧 说是 其实我们海边人没那么多讲究 咱们把这个肝啊 一下子挤出来 这一块就不要吃了啊 这个部分 你看像这种 吃它的筛 顾虑海水用的 反正讲究的人都不吃 咱没那么矫情也不讲究 这地下一定要吃啊 这底下好多人以为它是它的爸爸 并不是的 就是海螺的这个黄 这个冰蜂才好吃呢 来 站上 先吃黄 嗯 鲜 吃个大肉 哎呀海螺片一片凉拌也好吃 一会儿通了啊 嗯 脆脆的 真的好好吃啊 嗯 海螺切片凉炒 炒着吃 然后吧 有臭味 嗯 太好吃了 吃好现在不用担心是长胖 晚上想吃就吃 吃完海鲜再来一口粉 嗯 我吃面吃粉 最喜欢吃辣椒 特别的体味 哇 好多那种孕期间的宝妈 孕期比较不好受的啊 孕度反而比较激烈的 就喜欢看我吃东西 说看我吃东西下饭 非常荣幸能 来说到大家的喜欢啊 嗯 真的很好吃 这个粉还有凉水就要吃完了 这海鲜一会儿留一些给大哥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啊 大家下期还想看我吃什么 直接告诉我 评论区啊 嗯 嗯 嗯